所以我們現在把黑米放進來 你沒有吃過黑米 對啊 所以你知道 Only for you 這是洋蔥跟蒜頭放進來 這樣的話 因為洋蔥有甜味 然後再來就是粉 白胡椒粉 然後咖哩粉 這會讓它有味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吃這些糙米 或是這種黑米 很多人很討厭就是他覺得沒有味道 然後不好咬 這是辣椒粉 你吃辣嗎 讓我吃辣 這些味道重一點沒問題 沒問題 好 花椒粉 花椒粉一點點就好了 來一點點 這隻提味而已 薑黃粉 這很重要 這個可以消炎 你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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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香不香 好香 好 接下來就放雞精 就給它補一下 總之等一下隊員每個會彈彈 下次我會看新聞 比較大的 對 下次把它說明就完蛋 我跟妳說 這是 葡萄紙油 然後再來就是鹽巴 好 切很爽 你一轉過來 然後放 放 可以 我覺得 好 好 太鹹了 那個火火這樣已經下去了 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放去 那這邊呢我們來做煎雞胸 你就不用油 因為我們要油的話是最後再放煎魚 這個時候先不用 那你就去煎它 因為其實雞胸很耐煎啦 那唯獨就是大家可能因為怕 所以火會變小 那我今天進了都會用火大一點 它不會外面都硬掉然後裡面還沒收這樣 它要怎麼 要有點像煎牛排的概念 外面要硬 硬的時候你再把它收進來 讓它熱度往裡面跑 所以用大火來煎雞胸 它其實可以把它弄嫩的 對 小火煎才會煎到它柴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它放一點水進來 這個步驟在幹嘛你知道 再蒸雞肉 我就是把表皮煎完之後 對 因為你表皮煎完之後 它裡面的養分或是水分 比較不會往外跑 蛋白質一旦熟化之後 它就會鎖在裡面 對 當然最好是可以煎到外面 有點恰恰是絕的 雞胸肉要煎得好吃 訣竅就在這 外表煎出金黃色再下點油 接著加入香料 讓雞肉的肉味更豐富 起鍋切塊 擺在煮好的燉飯上面 就大功告成了 當然 我沒有忘記要給朋友們的麻油雞 這邊我還要做一道生菜沙拉 美生菜 番茄 糯米椒 切好 切滿 加上鳳梨口味的醃製嫩漿 還有炭培茶凍 這是茶凍 茶凍 茶凍 這樣子夾 用的 擠 爽快 好 就這樣 先這樣 茶凍進來之後 茶凍會增加一個口感 然後茶凍也會因為外表吸附的 這個醬油 然後你吃到最後還有一點茶香味 看它的表情就好 脫掉 好奇色的口感 是不是 我最喜歡這種在做菜的時候 旁邊的人的表情 就是讓我覺得最愉快的一件事 醬汁整個下去 對 差不多這樣就夠了吧 放下來 過來 好 放下來 放下來 好 可以 請坐 好 現在你看它的畫面其實是滿驚悚的 好不好 很少跟這麼多壯漢一起吃飯 好 大家開心的吃飯 不要客氣 這個是這邊的老闆 好 這邊的大部分的菜呢 是他做的 他兒子 15歲 15歲 做這樣子 中間那個菜呢 是生菜沙拉 有點辣 那我是用那個茶凍 跟調味調味調味調 大家抓了就可以吃了 這個是一個燉飯 你們的學長說沒有吃過黑米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的黑米 裡面還有糙米 還有藜麥 還有小米 什麼去雞胸 因為你們健身都需要去雞胸 雞胆 幹嘛吃 骨雞罐 這個是五骨雞的雞罐 光用 雞罐那邊看而已 一定會去旁邊 來吃雞罐 乾脆的 滿脆的 我覺得那個脆口感很好 這個雞罐超乎我的想像 剛有吃 剛有 你有吃喔 嗯